我们经常说 学佛人要有智慧 有些人学的时间长了 为什么会学的非常的放逸和散漫呢 自觉的这个定力就不够了 我们说学佛人 因为人在五欲六成当中 放育呢 就是不够精进 不够努力 有时候也会有 但随着你修行的生路 你的定力会不断的提高 然后呢 你慢慢的会消失 你的这个懒惰啊 所以过去呢 我们经常讲 有时候下雨啊 有时候你看见下雨了 你觉得它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下雨能洗尽 我们这个佛造的喧闹的这种城市 城市灰城的城 然后让你的心静啊 心态啊 慢慢的宁静下来 抓住自己 放育的心态 然后呢 要自己好好的修止观 也就是说 修止观 就是说我们说 不要再去看人间的 那些杂物啦 杂念啦 让自己在欲望当中呢 慢慢的破除 散漫之心 希望呢 就慢慢就会破灭 所以实际上在 《墓河止观经》当中也讲到 这个大雨能烟 消沉 大定能静 狂欲 只能破散 虚妄灭 意 实际上这讲的什么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人生啊 你怎么样能够破除自己的虚妄 破除自己的迷惑 破除自己的颠倒 因为你一个人不能把心态宁静下来 你慢慢会狂博放育 你没有定力的人 你不能在佛罩喧闹的这种世界当中 不能洗净自己的心 你不能破除自己散漫之心 所以心态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啊 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懂得一个道理 每个人实际上都在这个世界当中抓狂 经常觉得自己啊 为什么为什么 整天都问自己为什么 实际上 你懂得因缘 你懂得果报 你还要问什么干嘛 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缘分 一切都是缘分 你要慢慢地懂得 缘分怎么来怎么去 为什么 所以在佛法当中 要用止观 来消除自己的烦恼心 一个人 不能把心态宁静下来 你慢慢会狂博 放育 你没有定力的人 你不能在 佛造 喧闹的这种 世界当中 不能洗净自己的心 你不能 破除自己散漫之心 所以心态非常重要 你不能把心态宁静下来 你不能在